美股道琼工业指数上周五暴跌接近前点 科技股也纷纷重挫 本周美股进入财报季超过三分之一的标普 500成分企业将公布上期财报 美股上周五卖压家具创下一年半来最早表现 道琼工业指数暴跌981.36点 跌幅2.82% 收在33811.4点 除了美国联储会升息 紧缩货币政策 影响股市投资人也紧盯企业财报 本周将近180家标普500指数的成分企业 发布财报 总市值在该指数几乎一半 美国市值最高的四大科技巨头 苹果 微软 字母和亚马逊也名列其中 市场目前对于科技股上级获利的预期偏低 苹果股价成为其中的少数亮点 iPhone 13系列热销带动苹果的获利和营收成长 数据显示 苹果上级营收比去年同期增加4.98% 至940.24亿美元 美股纯益估计年增2.2%到1.43美元 尽管苹果股价今年跌8.9% 仍然优于大盘10.4%的跌幅 美股纵挫 气氛低迷 投资人盼望财报周传出喜讯重振 市场信心 三立新闻 徐庭文报道